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板采用的是3A级的系体卡云扇的单板 背侧板非常像桃花星木 其实这种木材是生长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的一种蜂木 在学术上它还是属于马普 也就是蜂木 那么这种蜂木的特性除了长得像桃花星木 它的音质也非常的接近桃花星木 但是同时呢它有这个蜂木具有的这种很漂亮的这种高屏部分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一下前弦呢 也是采用的这个伊利克斯 上下弦者呢 采用的是这个应该是牛骨材质 特别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弦者比较独特的地方呢 两边还有用六角这个扳手呢可以调节 它的纸板呢是采用的这个玫瑰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2屏的位置有一个CGP这样的标准 实际上CGP呢它是颁发给全球的最顶级的吉他手的认证 经过认证的吉他手 Tommy呢是其中一位 另外呢还有三位 当然它的琴锦呢 我们知道一般的吉他在采用琴锦都是采用桃花星木 当然我们这里也是采用了昆斯兰的这个风木啊 它的旋钮呢采用的是Groove 我们可以看到在琴头的这个上面 有一个澳大利亚的最典型的代表 一只很可爱的袋鼠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音器啊 它是采用的这个AP5 Pro这样一款的实音器 在我们的音孔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音孔里面呢有一个指向型的麦克风 那么也就是它是传统的压电和麦克风进行调配的 在我们这个调试的方面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麦克风和这个压电的比例 同时呢它的均衡很简单 只有低音和高音 那么它的这个音量啊也有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它的中频的调节 相对比较简单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电池盒 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打开啊 它采用的不是传统的九幅电池 是两个这个圆的电池 这个应该是五号的电池 有的时候五号电池呢会出现的现象啊 它就是如果五号电池多了以后 琴呢会有一定的震动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衔接的非常的紧 最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输出啊 在原厂拿到的时候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就只有一个洞啊 那么啊 它的这个输出呢是在这里啊 从而在这里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背带扣啊 那么大家可以呃原厂拍着背带给它旋转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琴啊 大概的呃介绍啊 我们看它的背带钉出现的这个地方啊 啊关于在音色方面呢 大家可以经常啊 听听Tommy的很多现场使用的这个808啊 808也许是它最喜欢的一个型号 可以看它很多琴被它的面板蹭上啊 那么在这个呃 好琴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要处很好的音色 琴只是一方面啊 演奏者的这个出来的给人带来的音乐的感觉 它对音色的控制都能够决定最终音色的这个体现 尤其在现场的时候还涉及到很多啊 强大的周边啊 混响器啊 舞台的音响录音的方式等等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平常追求好琴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好琴它只是一件商品啊 呃我们可以甚至提前消费啊 我去贷款了买它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要最终出好音色 要靠自己的意识 靠自己的控制能力 而这种东西只能靠自己辛苦的去练习 这个没有贷款 也没有提前的消费 那么下面我们来大概听一下它的音色啊 今天的电箱版的音色呢 我们就忽略了 那么啊 首先我们听一下风险啊 啊 匹配了这Ellix的情节 声音呢非常的感谢 啊 中高品分 可能是呢 风猛反馈的这个背侧版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独特啊 那么我们听一下它 是 视频道 同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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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